接下来,圆阳法师要来为大众解说学佛上常见的疑问。 这天晚上,圆阳法师在屏东的蒲禅空间,为大众解说学佛上常见的诸多疑惑,因此讲题为学佛事宜,就是小致个人的身心修为,大致宏观宇宙皆无所不谈,让听众和法师有面对面的机会, 同时将修行上的疑惑向善知识请益。 就是有很多人学佛学到很多问题,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答,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过想,来办这个学佛事宜,就是所有的问题,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问,甚至于他各大这一些宗教蒙派, 我们都列入其中,就是答复所有的问题,慢慢来解说。 波者是指人,正是宇宙人生的能力,是一种无限的智慧,学佛就是要开发出这种智慧,修行就是转世成智的过程,将智慧和佛性开发出来,因此学佛道上不可少善知识的引导。 法界新闻吴云曲,屏东采访报道。